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介绍剪斜运动的简介 以及它的分析方法 首先我们先稍微说明 什么是剪斜运动 剪斜运动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振动 像是弹簧的振动 生活中有很多振动 像是弹簧的振动啊或是声音 声音也是靠振动而产生的 那还有很多东西 乐器啊或是窗外的树枝 来来回回的摆动 或是单摆 把单摆这种钟摆这些都是属于振动 那最简单的振动就是剪斜运动 那剪斜运动呢它是 会符合这样的一个数学方程 就是符合虎克定律 弹簧的虎克定律 形变量跟它的弹力呈正比 而且反方向 这个负号代表 当形变是向右 那力量就会向左 当形变是向左力量就向右 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弹簧或橡皮筋 向右拉它会想要向左缩回去 那如果是可以压缩的避震器 我们向左推它会想要向右弹回来 所以最简单的振动 它就会符合这样的一个受力的形式 那这个合力会正比于形变量 然后正比係数就是k 合力会造成加速度f的ma 所以这就是解决运动的运动方程 那有几个名词要介绍一下 在受力为0的位置称为平衡点 那我们把这个物体 连接弹簧的这个物体 向右拉 那受到弹力就向左 那放手之后它会向左冲过去 但冲回平衡点之后 因为惯性的关系 它会继续冲去压缩弹簧 那压缩弹簧之后 弹簧的弹力会向右 弹簧对物体的力会向右 所以它就会在这两个虚线的框框内 这两个虚线的框框之间 来回的震荡 那它的震荡的两端 最左和最右边称为端点 在端点的时候受力是最大的 加速度就最大 因为力造成加速度 平衡点的时候受力是0 加速度就是0 合力是0加速度是0 那也就是说它的加速度会有很大 又变成0 又变成负的很大 又变成0 它是一个变加速运动 那从上面这个关系式 如果把m除过来的话 我们会得到下面的关系式 也就是说可以用白话文说 加速度的大小 跟位移的大小是乘正比 这个比例系数就是m分之k m分之k 因为质量已经固定了 质量已经固定了 k是有这个弹簧决定的 所以k也固定了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常数项 所以加速度的大小直接正比于位移的大小 正比于 但是这个负号代表它反方向 那我们之前只有学过 等加速运动公式 关于加速度 有加速度的运动 我们只有学过 什么v等于v0加at 然后位移等于v0t加2分之1at平方 这些都是等加速 可是今天这个减协运动 它的合力从0变很大 又从很大变成0 再变很大 加速度是变来变去的 不仅大小有变 方向也有变 所以要怎么分析它 要怎么分析减协运动 这里介绍一个方法 叫做参考圆投影法 参考圆投影法 那就是用等数圆周运动的投影 等数圆周运动的投影 就刚好是减协运动 我们证明一下 这里有一个圆 它的绕行方向是逆时针 我们圆星这样对下来 设为x等于0 那就是向右是x轴 以右向右为正 那我们要看它的影子 看这个做等数圆周运动它的物体 从上往下看的影子 这里有平行光 就是很多平行光这样照下来 我们看物体的投影 那如果说物体一开始在这个最右边 它投影下来的位置 就是影子的最右端 影子最右端 那我们代号是r 那当它这个物体移动到 转到最高点的时候 投影下来影子在0的位置 那当这个物体转到最左边的时候 投影下来影子在最右端 所以整个物体在绕圆的时候 它的影子会在底下这样子 来来回回的运动 所以看起来会像是震动 来回的震动 那这个来回的震动 会不会跟减协运动的 这个加速度位移的关系 这个影子它的加速度和位移的关系 会不会跟减协运动一样 我们来证明一下 首先 当我们这个物体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圈起来的位置的时候 它转了θ角 那这个地方投影下来 它的影子位置就会在 Rcosθ的位置 对不对 因为半径是R 这个圆的半径是R 投影下来这边 这个就是Rcosθ 所以我们可以写说 位置X就是Rcosθ 位置的投影是Rcosθ 然后再来是加速度投影 等数延众运动的物体 都会有向心加速度 那我们向心加速度 画在这里 这个蓝色的 颜色一点淡 同学可能要自己 把萤幕调亮 或是放大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AC 就是向心加速度 那我们也是把这个向量做投影 投影完变成这个 紫色洋红色的这一个向量 那很巧的是 它也是向心加速度的cosθ 对不对 因为这里是θ 这里是θ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说 向心加速度的投影 AX 代表的是 这个影子它的加速度 AX 就等于向心加速度的cosθ 可是它是向左的 它是向左 当X大于0的时候 这个 影子的 加速度是向左 当影子在X大于0的地方 加速度是向左 那当影子在 X小于0的地方 加速度会向右 这也是这样投影下来 好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 影子的加速度方向 跟影子的位移 是反向 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加上一个负号 好 所以 这样就证明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位置的投影 和加速度的投影 这两个去相除 相除 而且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向心加速度 用我们先前学过的 向心加速度公式替换 替换就是 这边写成Rω 这边写成Rω 那 当我们把 向心加速度写成Rω的时候 再把这两个式子做运算 那就会发现 R可以消掉 相除 相除 用这个AX除上X 就会发现 等号右边的R消掉了 那等号右边 这剩下 ω平方 对不对 因为cos也消掉了 好 这边我们稍微多写几笔 这个就写成Rω平方 好 所以 当我们的 这个 第一个式子除上第二个式子的时候 稍微移一下位置 当我们的第一个位 第一个式子除第二个式子的时候 这个R就消掉 这个cos也消掉 对不对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就是 影子的加速度 跟影子的位移 是乘正比 因为 等数延终运动的 角速度 ω是一个常数 没有越转越快 所以是一个常数 所以是不是这个式子呢 就跟 减协运动的 的特性一样 可是我们这个式子是指 等数延终运动的影子 是等数延终运动的影子 可是它却跟 减协运动的关系式 是一样的 就是它都是 加速度跟 位移成正比 这也是 加速度跟位移成正比 所以 这里就证明了 等数延终运动的投影 就是减协运动 所以 减协运动 它是变加速运动 不容易分析 那我们的分析方法就是 想象一下 这个振动的物体 它的上方 有一个虚拟的参考源 当这个振动的物体 在振动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是 参考源的影子 在振动 好 那我们就 还有一个 补充一下 除了 位置投影 和向性加速度 投影之外 我们也可以 把速度投影 等数延终运动的速度 投影 就是 假设 这个物体 落圆的时候 在最右边 这个时候 它瞬间的速度沿着切线 那当它转到θ角的时候 它瞬间的速度沿着切线 那我们要看的是 投影的 就是影子的速度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绿色的这一段 那根据几何关系呢 转θ角的时候 这边也是θ角 上面这里也是θ角 所以 所以这个绿色的vx 就会是v的 sinθ 而且它也是向左的 它也是向左的 所以当位移大于0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向左 不一定啦 其实因为漏掉了 这个如果它跑到这边的时候 它跑到这里的时候 转到这里的时候 它速度就会向右 所以总之呢 就是 在θ角的时候 它的投影速度是向左 好 刚刚讲一半 继续好了 那同学会想说 那当它走到 这个地方的时候 速度是向右 切线速度是这样 那可是它的投影 是向右 那怎么跟这个符号做连结呢 这个符号 不是说它会 跟位移反向 其实不是 这个符号不是跟位移反向 它是会跟sinθ有关 如果θ是小于π θ是小于π的话 速度就会一直都是 如果是 如果θ是大于0 θ是大于0 然后到π之间的话 那sinθ都是正的 sinθ都是正的时候 它绕着上半圈的过程中 速度都是向左 没有问题 可是当这个θ 大于π的时候 这样大于π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开始向右 因为sinθ 如果θ 如果θ大于π 出来会是负的 写错了 这个再画一次 这是v 然后它的投影 就会是vx 这时候 是向右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 sinθ大于π 整个sinθ会变成负 刚好跟前面的复 复复得证 所以 这里加一个复制 没有问题的 它就是真的可以描述 真的可以描述 它的影子的瞬间速度 好 所谓的影子就是参考员的投影 所以就补充到这边 我们就证明了 等数延众运动的投影 就是减弦运动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题目 就是用等数延众运动的投影 来解 减弦运动的题目 谢谢